好那么这个数据库我们订了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如何实现 那么就是规格参数的实现 那么这个规格参数实现 这里面有几个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哪呢 在这儿规格参数 这个功能是不是就规格参数了 这个应该是规格参数的模板的管理 对吧 模板你得实现增删改查了 那么增删改查 查 就是查询规格参数列表啊 应该是实现 先是规格参数模板的管理 这边有几个功能 功能列表 一个是 规格参数模板列表 还有一个添加规格参数模板 还有一个 修改规格参数模板 还有一个 删除模板 是吧 删除模板 是不是这四功能 我们来一个月来分析一下 先看这个查看列表 你点击规格参数 首先是不是要展示这个列表 这个列表 先看一下这个是 规格参数列表 你看一下这个功能分析 那么这个先看 查哪个数据库 查哪个表 是不是 itm pram 这有id 有个cid 有一个pram data 是吧 看一下页面上 id id是不是就这id了 是吧 还有分类id 像商品类目id 是不是这个 商品类目 这是类目的名称 是吧 类目的名称这个表如果没有 你要怎么样 你要需要关联商品分类表 是吧 把那个类目的名称取出来 是不是展示出来 如果要没有这一列呢 没有这一列 是不是就不用关联那边了 然后这个规格呢 规格是不是就这个内容 然后知取分组名 是不是知取分组名 然后创建日期 更新日期 是不是就够了 那么我们 我现在要求 这一列可以没有 没有怎么样 是不是就单表查云了 单表查云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是分页了 来 接下来就是 从这个 这个表中 查询数据 展示到 到GSP 那么现在是单表查云 是吧 单表查云 然后实现分页吧 对吧 单表查云实现分页 当然你也可以关联表 需要关联表的话 那时候你就需要在自己手写一个骂团 是不是 没错 手写一个介绍 自己写一个色谱语句 就不能使用逆向工程了 如果是单表 你就可以使用逆向工程 是吧 当然你可以练一下 那么这个是实现分页 分页 我们是不是讲过 从单表查询 实现分页 然后展示到页面 自己能实现吗 能 是吧 这个作业 作业你们得做 是吧 作业 不做 不做 不做大屁股 这是规格参数 那么 这个就留给你们来做了 是吧 我们就不做了 咱们就不带着做了 因为做的都是重复的内容 是吧 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做新东西 新增 接下来看这个新增规格参数 新增规格参数 模板 新增规格参数模板 是这层 新增规格参数模板 这个里面有点意思 这个之前添加类目 这功能为啥好使呢 是不是跟这个新增商品一样 所以这里面是不是也一样 这个已经实现了 这个实现了之后 下面这里面会展现 展示一个树形的这么一个列表 是吧 展示这个树形列表 那么我们这个需要我们来实现一下 然后添加完了 我们就在后台能够看到这个项目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新增 我们来实现一下 行 先下课休息吧 先吃饭吧 是吧 下午我们再研究 再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